现场弹奏卡农展现情谊 就读东光国小四年级的张文竹同学 荣获2023总统教育奖 7月7号将到总统府接受表扬 文竹在两岁的时候被诊断出 患有自闭症等多重身心障碍疾病 这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 你跟他讲说很小的时候一两岁 你跟他讲爸爸他根本就不理你 头一转就走了 然后他吃的食物也很奇怪 我们一般真的还是都很贪吃 什么饼干 可乐 炸鸡 奶茶都很爱吃 他都不吃 他完全都不吃 他只吃那个流脂的食物 就那个稀饭里面 我太太就把那个菜跟肉 剁得碎碎的加在那个稀饭 他只吃那个 他其他都不吃 你就觉得这个孩子不一样 然后不跟你直视 眼睛不看你 爸爸妈妈放下外地打拼的事业 带文竹回到台湾 一路陪伴他进行治疗与学习 就读东宫国小的文竹 在全校朗读比赛拿下第二名 更在全国心智障碍才艺大赛北区比赛中 获得儿童个人组第三名 能获得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让爸妈感到很欣慰 首先就是感谢 就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很全面的 很配到非常齐全的这个 就是对特教生非常齐全的这个 这个医疗体系 我觉得才能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 就是早疗的机会 让他可以能够那么快速的进步 然后第二个就是感谢 就是感谢就是他自己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就是他可能比别的孩子 付出多十倍几十倍的努力 才可能走到今天 走到今天可能还不如正常的孩子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进了他 很多很多努力 他得这奖是明智实规的 第三个感谢就是 我觉得就是家长家庭学校 我觉得我们家庭也是来给他很多的爱 就是有爱他有陪伴他 然后还有就学校 我觉得他一路真的是遇到很多贵人 就是他从幼稚园开始 然后到东光 就是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师 非常接纳他 然后他的同学也都很接纳他 就是从来没有因为他是特殊 就是觉得说 怎么样不要跟你玩 不要怎样 都很接纳他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长刘美兰 跟东光国小校长延安秀的陪同下 亲自赠送背包 鼓励文竹认真学习 谢国良说 他以小爱爸爸的身份 对文竹爸妈的辛苦 相当感同身受 也期盼各界多关心特殊的孩子 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特色 在社会发光发亮 这中间的过程其实我很清楚 那这些爸爸妈妈 更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不容易 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说 经过了一点点 生活经过这样的一种转变 他一点点事情就可以很满足 这个我最了解 这样 所以今天送他一个背包 希望他不管在课业 未来出社会 都能够更顺利 那我觉得社会也希望多关心 像文族 以及各类的一些特殊的孩子 给予他们更多 在社会上发挥的空间 不只是只有生活在社会上 而是让他们 找寻到他们特有的条件 让他们在社会上 能够发光发亮 我们责成 就是我们的这个 视障的音乐家也是一样 我也希望社会上能够多一点 发扬这样的精神 我觉得反过来讲 也给正常的孩子看一看 就是说条件这么差的孩子 这么困难的孩子 有时候先天上 远远不如正常的孩子 他们都这么的努力 那我们一个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人 我们不应该更奋发向上一点 更做点有益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做一个 父亲一点小小的心得 文族加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文族加油 文族加油